同學從教室二樓走廊上翻過圍牆 接著繼續做出危險的行為 男同學竟直接走在彩色遮陽板上 一開始步伐小心翼翼 疑似生怕會彩碎跌倒 拍攝同學沒有制止跟在一旁起哄 哇 想通了 高度約有一層樓高 男同學不顧安全性 走在彩色遮陽板上 走完全程後還疑似想再往返 現在這段影片被人PO上網 那個當時事情發生的當下 是在兩年前 現在學生已經都是大二的學生了 所以當下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立即有跟家長跟導師 有跟學生聯繫 他們也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以及生命安全的部分 事發學校是中部謀所私立高級中學 升學成績頗為亮眼 不過卻有學生做出險象 還身行徑 讓人光是看影片 就替他捏把冷汗 因為過往有不少公安 但意外是不小心踩破採光罩 導致墜落受傷 尽管校方澄清是兩年前的事件 但強調自從發現兩棟教室中間 蓋著遮陽板 被同學當作空橋後 一直都有在加強宣導 也會再蓋處 架裝監視器和欄杆 避免同學又有不當的行為發生 3190派宣將居然台中採訪報導